首位消息来看到 在大白天的超商竟然发生了 有陌生男子强行环抱的事件 有一位26岁的印尼籍移工 他在今天在苗栗竹南镇的一家超商 重进柜台抱住着女店员 导致他被吓得惊慌失措 但这位男子还是不肯松手 热心的民众看到之后 立刻上前压制呵斥他放开 最后才将人架开 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来逮人 这位男子竟然自称说 他是因为心情不好 才会做出这样子的脱续行为 警方也将以妨害自由等罪 将他移送法办 明明身穿黑衣的男子 抱住超商女店员不放 店员被吓得嚎啕大哭 不断挣扎男子人不肯放手 路人见状大声呵斥 有求助手男子却不听劝 心境还越来越夸张 紧抓女店员不放 警方报警 双方僵持一分多钟 热心民众合力压制下 才终于把人架走 不要动 你干嘛啦 事发在2月13号大年初四 苗栗竹南镇一间超商 一名27岁的杀性移工 突然闯进超商 强行抱住女店员 对方吓得惊慌失措 不断哭喊求救 男子却不松手 好不容易才压制住 警方也到场待人 除不调查 没有毒品及酒精反应 该男性移工自称于 南部招骗北上 因心情不好 而于店内有脱续行为 目前尚在厘清 详细纠纷原因 权爱依 妨害自由等罪 依法征办 光天花日下 大胆失控行径 波及无辜女子 心情再插都不是借口 更可能带给受害者 难以抹灭的阴影 现在没有年好过 还得面临法律制裁 记者综合报道